時慎意氣 西漢末年 如南郡安陽地區發生天災 鬧起了饑荒 有個生活貧困的人叫蔡順 眼看著她的家裡就要斷糧了 一天清晨 蔡母起床後呆呆地坐在土炕上 她想做早飯 但找遍了廚房也沒有糧食 家裡本來還有半糕米的 可昨天被一伙闖進家的大汉給搶走了 這個世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母親在心裡感叹著 一邊用挖來的野菜做飯糊口 吃飯的時候 蔡順看著母親嚼著乾巴巴的野菜 心裡非常難過 不禁想到 母親這麼大年紀了 身體又不好 只吃野菜可不行 可現在家裡一分錢也沒有 就算有錢又能去哪裡買糧食呢 對了 想起來了 離家山裡的地方 有幾棵桑樹 這時候桑莎應該有熟的了 我何不給母親摘些桑莎呢 蔡順又想 蔡順匆忙吃完一碗野菜 就拿著家裡的兩個小籃子去摘桑莎 到了桑樹底下 蔡順看著樹上的很多桑莎心裡高興極了 便撸起袖子摘了起來 不一會兒 蔡順就摘了兩筐 樹上的桑莎也都被摘得差不多了 蔡順摘完桑莎用帶來的布蓋好 準備趕緊返回家 站住 把桑子留下 剛走了幾步 蔡順突然聽到一聲喊叫 嚇了一跳 他扭頭一看 只見幾個大漢正凶神噩煞般地站在自己的背後 為首的一位大漢 三十歲左右 戴著紅頭巾 染著紅眉毛 此刻 他正瞪著眼睛 鐵青著臉 拿著一把明晃晃的刀 一步一步地向自己走過來 蔡順見撞 急忙蹲下 把兩個筐子放在地上 兩手牢牢地護住筐子 護好自己篮子裡的桑莎 生怕被大漢搶去 那個大漢生氣了 瞪著眼睛 揮著刀立聲喝道 好大的膽子 快把手拿開 不然就要了你的小命 說著伸手來夺筐子 蔡順眼看桑莎要保不住了 噗通一聲跪倒在地 一邊給大漢磕頭 一邊大哭著說 大哥 求求你了 叫我把東西拿回去吧 大漢看到蔡順這麼看重筐子裡的東西 以為是護著什麼髒物 就一把將蔡順推到一邊 蔡順雖然被推倒 仍死死地抓住兩個筐子 殼裡面的東西飛了出來 撒了一地 大漢看框裡的東西 天女散花般地落在地上 不像是金銀財寶 是什麼呢 大漢往地上仔細一看 哭笑不得 竟然只是些喪慎 大漢不免失望 惱羞成怒 他像一陣風似的一個大步邁到了蔡順面前 恨不得把騙自己的這小子好打一頓 大漢仰起的拳頭 剛要落下 忽然想到兩個筐子裡 掉出來了兩種不同顏色的喪慎 讓人覺得很是奇怪 大漢想著 放下了舉起來的拳頭 問道 為什麼你的筐子裡 裝著兩個不同顏色的喪慎啊 聽到大漢的問話 蔡順爬起來 戰戰兢兢地說 家裡沒糧食吃了 我娘吃不了野菜 我就出來給我娘摘些桑腎吃 黑的桑腎是熟透的 又軟又甜 是給我娘吃的 紅色的桑腎是生的 又硬又酸 我娘年紀大了 吃不了生的 所以我自己吃 我把熟的放在一個框子裡 把生的放在另一個框子裡 不怕混在一起 這個大漢也是個孝子 他就是因為要奉養老母才參加了赤梅君 他一聽蔡順的話 就知道蔡順是個孝子 於是握住蔡順的手說 兄弟 對不住了 我不知道你這是用來孝敬母親的 可桑腎也不能當飯吃啊 你怎麼只給母親吃桑腎呢 蔡順把家裡的情況 一五一十地跟大漢說了 大漢聽完 回頭叫過一個赤梅君的士兵說 快去取代大迷送給這個孝子 不一會兒 那個士兵就牽著一頭牛 驮來一袋大米 蔡順見赤梅大漢 不但不殺自己 還送大米給自己 就又一次跪在地上 眼含熱淚 感激地說 多謝這位大哥 您的大恩大德 小弟蔡順 莫尺難忘 大漢把蔡順扶起來 說 小兄弟 回去替我向伯母問好 這樣 你把牛也牽走吧 就算我孝敬伯母他老人家的 就這樣 蔡順因祸得福 牽著牛 驮著大米 跨著桑腎籃子 回到了家 蔡順見到兒子千惠一頭牛 非常奇怪 等聽完兒子的解釋 激動地說 兒啊 這是你的孝心感動了老天爺啊 是老天爺在派貴人幫咱們啊 蔡順機緣巧合 遇到了赤梅君的好漢 孝順有加 感動了赤梅君 得到了幫助 後人有詩雲 蔡順厚漢亦平民 採摘桑腎未生存 黑色鳳母紅字用 此舉感動赤梅君